前途股是可以留意財險,在保險股裡面,即是內險股 是比較多市場人士看好的,因為業績交到貨嘛,這麼不錯嘛 所以他比較看好一點,而估計事實上又有跟到表現 起碼這樣看,他已經突破了一條短期,中期的,也叫做中期下降軌 昨天穿過,今天直接是裂口高可以衝上去 如果從另一角度,先用這條線 下降軌不要了,也可以劃成一個是 頭肩底 肩頭肩,不過右肩比左肩長一點,即是營造時間 但都可以的,不是最標準,但都可以成立的 如果頭肩底,他的量度升幅是多少呢?可以量度一下 6.7毫落低位,高位多少呢? 7.9毫9,6.7毫就是1毫過2左右,大概過2左右 量度過以上,即是9.2左右有機會 所以,是有上升的潛力 今天,其實收緊是8.12到9.2左右 即是1元的上升空間,可以留意住 今天,他試一試,保留家通道頂部 就回了,暫時穿不到 估計可能會短期,會先回一回 因為試了保留家通道頂部不穿 有機會短線回一回,就向中軸的水平敗盡 即是中軸的7個6毫領,可以在那點上升水平 就後機,博一博,博一博 中軸找到支持之後,再次向上 先試通道頂部,甚至乎 向更加高的水平,包括前樓頂去進發